慧的样子 你有慧根 一定要有慧的样子 表现出来 不识 持其 忍容 精进 禅定 般若 智慧 第五 普弦菩萨实验 实验是佛慧圆满 殷祖告诉我 至臣恭敬心中 你就能得到福 得到慧 大成教里长寿 佛说的 一切皆从真实心中做 这个我们要记住 今天的世界确实 五常美丽 五常是中国人 自古以来 中国人的人格 做人的资格 宁 利 禮之心 人 日 爱人 一致学 吁 是什么 其心都 你与走 airports 和清和理和法 离是讲中道 不超过也不能不及 离上往来 治 这个治我们通常讲的离治 不是感情用词 离治 感情用词容易出麻烦 人要理智 不要用感情 最后又是心 心是诚心 今天的社会五个字都有 不忍 不义 无理 无知 无心 怎么办 我们怎么办 我们一定要对人要讲究六个字 那我们不是吃亏上当 没关系 吃亏上当是这一次 来生不吃亏 来生不上当 如果我们怕吃亏上当 也要搞不仁不义 他们往地狱 我也想地狱 这就大错 他错了 我们决定不能看 我们一定要遵守 无论 无常 思维 要遵守佛法里面 三规 五戒 最后 你也杀了一戒 菩萨 最近这十几年来 我们提倡 弟子规 感念品 十三页头 我叫他做根本戒 中国传统 如是道三家 根本戒 一定要学 为什么 随他 唐朝圣 唐朝争议 我们的一些祖司大徒 把小陈金 执着 不许 不许 怎么学大臣 不如跟道代替 所以 中国这些出家人 学乎 学道 这很难得了 道也学乳 也学乎 表面上 有如是样 实际上 已经融通 他不朽 东童 这好现象 好死去